別說goodbye 因為我想你 I'm losing sleep Because of you I am in too deep 因為我想你 I'm so high Without you I think I'm gonna die 誰會是你的 你的 你的 So come on baby Oh come on baby I love you It's perfect love 因為我想你 I'm losing sleep Because of you I am in too deep 因為我想你 I'm so high Without you I think I'm gonna die 誰會是你的 你的 你的 WochenB B家索不是說 她終於一生都在學習兒童話嗎 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 什麼都不會 学长 你笑起来真好看 你以后要多笑一点 终于姐 终于姐喝点水吧 不介绍一下 她是我的学妹李承音 这个 是我们的作业 行为艺术 你这么晚过来 有什么事吗 待会有个局 都是些圈里的前辈 想要带你去介绍认识一下 我想都是圈里的人 这点小把戏 他们应该可以理解 不过就不知道 小妹妹 愿不愿意去了 去的话 会对学长的前途 有帮助吗 当然 我当然愿意去啊 下次再说吧 都是圈里的一些大腕 这次错过这个机会的话 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呢 去吧学长 我保证 不听不看不问 绝对不给你添麻烦 学长 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你来过吗 小姐 请问需要点什么吗 给你介绍一下 什么 需要点什么 哦 最近啊 我们有很多人都说 她画的画非常好看 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空 可以带来给你看一下呢 好 心上它比桥檐 它要好得多 一天人有一天幸福 晴天满湖一天悄悄 两天新世界不孤独 最甜蜜的礼物 一个人有一种幸福 爱是最简单的图 微笑确定的心 张老板 范范姐 我去下洗手间 去啊去啊去啊 年轻人 过来玩 喝酒 来 干杯 来来来 干杯 干杯 喝酒 来嘛 为什么你喝酒喝酒啊 喝啦 来吧 喝啊 快点 喝点喝点 爸爸不要为难我学长 你来 不要为难我学长 我来喝 晴天你不要喝了 妈呀 不要喝了 不要为难我学长 不要为难我学长 李晴音 这里面还在发什么疯啊 冲我来 你们不要为难我学长 我不是发什么疯啊 不要为难我学长 露露 李晴音 张老板 张老板 你不要为难我学长 李晴音 你疯了吗 你说什么 我听不到 你疯了吗 都被你搞砸了 我都好运啊 你不会喝就不要喝嘛 不要喝了 你干嘛 学长 学长 你干嘛 哎呀 哎呀 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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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喂 你干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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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心情不好啊 我头好晕了 我要去洗漱一下 好现在呢 我们来说一下艺术学的发展状态 艺术学呢 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出现 也只有仅仅一百年左右的历史 老师啊 讲到运动行销里面的运动管理 好了 这一门学科呢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差不多在古希腊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学科 那之后呢 在十一世纪的时候 老师 说 有人上课睡觉 严重影响到我的学习 邱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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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夸张了吧 老 老师不好意思啊 昨天打球太累了 你打球累 关我们什么事啊 之前呢 开学的时候你们教练来跟我讲 你们这些提报生只要来上课 我就得给pass 我也同意了 但是你影响到其他这么多同学上课啊 你说怎么办 老师对不起啊 各位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下次不会了 下次不会了 好 你继续 刚刚讲到奥运啊 老师 说 那可以请不上课的同学 离开这间教室吗 你皮眼了 是吗 老师你看 老师你看 老师你看他这个样子 可以把他赶出这间教室吗 说什么呢 不然我就告诉学校 要求更换认课老师 邱家五 下来啊 求教我 你先回去吧 老师 那无故缺席的 是不是要记录一下 你先出去 我等一下出去找你 好 出去 出去了 老师对不起了 不好意思啊 回去吧 咱们继续啊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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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天都没有理我了 你要惩罚我到什么时候啊 学长 我错了 我行为不管 我保证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了 嗯 哎 学长 快递 全新的 你打电话我就过来了 懒得去你家拿 就先买件新的了 好 跟房租算在一起 回头给你 有没有必要跟我算那么清楚 应该的 怎么都 破成这样啊 该不会又是你弄的吧 上次酒吧的事 他们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我看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再想别的办法吧 学长对不起 你还 注意 没事了 没事 你先回去吧 不打扰了 谢了 学长电话 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 申请最后期限不到一个月 别为了莫名的自尊 赔掉大好前程 钱的事情好好考虑 作业结束后 西班牙餐厅详谈 是咱们的比赛团是真不错 是啊 哎 跟你说懂心仰了 得分全告他 哎 哎 拜拜 再见啊 哎 走那么快是要去找邱家舞了 过你什么事啊 等一下 你这么快就一情别恋 你这样让我好心寒呀 还记得 你之前写给我的情书吗 里面的内容 让我觉得好感动 其实 我追你很久了 看着你 想直接退学是吧 别让我 邱家舞 你不要再打了 你上次已经被击过 还想被退学吗 你还不快走 还想被打吗 你给我记住 你不会还喜欢这个人渣吧 邱家舞 我 可善 可善 刚才的笔记 你爱看不看 你要是挂科了 我可不管 哎 谢谢你的笔记啊 你走开啊 哎 周末 一起出去玩吧 又有聚会吗 没有 就你 我 还有 陈音 你约陈音了吗 当然你约了 先走了 我 你 你怎么选这里 你怎么选这里 道歉啊 要有诚意 不用了 我新领了 你只要以后乖乖的就好了 这里太贵 换一家了 哎 没关系啊 今天有人请客 走 教授 因为我们作业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就跟学长一起来了 学长不介意吧 坐吧 来啊 坐 其他的作品完成了吗 除了绳子之外 教授放心好了 学长这次的作品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学长这次的风格跟以往都不一样 是不是学长 绑在一起几天果然很了解彼此 教授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因为刚刚完成作品 本来学长想带出来请教一下教授的 你们一起创作吗 不是 我的画迹怎么能跟学长相提并论 只是学长 够了 我吃饱了 今天就这样吧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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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了 小心啊 学长 不要生气了 你这样做真的很蠢 对我来说是种侮辱 我只想帮你而已啊 谁需要你的帮忙 董教授说的没错 没有必要为了孟明的自作 而毁了自己的前途好吗 你偷看我手机 是 偷看你手机是我不对 我只是想帮你完成梦想 第一 你没有权利偷看我的隐私 第二 你凭什么自作主张约赌燕没出来 第三 我的梦想是我的梦想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你而已啊 不领情就算 你干嘛这么凶 我不需要你帮忙 你以为你谁啊 不就绑在一起几天 就以为很了解我是吗 少自以为是 是啊 我是不了解你 我不懂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帮助你 那么害怕别人关心你 因为你害怕跟别人相处 你不知道用什么来还 连最基本的人情你都不愿意给 就像你的话一样 永远都是打好底稿跟构图 永远都是用最安全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你的话 永远都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 你好了不起啊 了不起到可以批评我 一个需要重考才能考上美术系的学生 七岁得过的小姐就可以说一辈子 我告诉你 世界上就是因为有你这种庸才 因为只要靠关系走后门 拿别人的钱就可以解决一切事情吗 没事吧 走开 去哪里 人和人之间根本就不会日久生气 只会日久生态 你又一整晚没有睡了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啊 你是其他自作主张还是怎么样 就算他不这么做 你自己也会去找董燕梅不是吗 你是其他瞧不起你是不是 于飞我认识你这么久了 我没有看过你这么在意一个人的看法 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在做 我讨厌别人控制我的人生 剪断绳子的我 以为回到了一个人的自有自在 可是 仿佛少了些什么 学长 我们今天吃肉松的好不好 抱歉啊 我认错人了 到时候写生啊 我们俩一起去 好 好 好厉害啊 学妹 你真的太强了 原本以为你没有办法超过一天的 没想到 所以你真的是艺术界的奇葩了 在哪里 摄像机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价武在准备球赛呢 你们怎么了吗 un 没错 那种自命清高的人啊 un 少惹为妙 陶雨菲呢 哎 对啊 刚进教室的时候还看到他 就是看到他一个人进教室 才知道你们的行为艺术失败了 说到雨飞 雨飞就到了啊 辛苦你过来害你白跑一趟 那你好好上课 有事记得打电话给我 我刚才不小心多买了一份 可是今天没有铭鱼味 就用这吃一下吧 没有听到我说话啊 今天我们来聊聊行为艺术教母 玛瑞娜·艾布朗莫威克 她在八零年代的作品 常常反映出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 矛盾 还有存在感 我想起一首诗 你不愿意种花 不愿意看它一点点凋落 为了避免结束 你避免一切开始 每一种艺术的存在都跟人有关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 重要的从来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只有经历这些 痛苦矛盾挣扎的过程 你才可以感受艺术的可贵 对吧 对 李小姐 桃叔叔 你是来找雨飞的吧 学长有些东西忘在我这儿了 可不可以帮我转交给他 当他的朋友很辛苦吧 我想他应该没有把我当朋友吧 那你有把他当朋友吗 当然有啊 谢谢你 其实这么多年 我还从来没看他 把任何人带回过家里来呢 为什么 他开始因为他爸爸去世之后 他整个人 把心都给关起来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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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 爸爸 不要看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爸爸热爱艺术 放弃了中医 把自己整个都投入到画画的世界里 他很有天分 也曾经特别成功过 可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竟然 竟然落到了内部天地 那他妈妈呢 他妈妈的身体 原本就不太好 在他爸爸去世之后 他因为不堪打击 病情突然恶化 没过多久也就跟着走了 李小姐 你千万不要怪于飞 他真的不是个坏人 他只是 受了太多的苦 所以在感情上 难免会特别的压抑 我知道了 谢谢叔叔告诉我这些 不就绑在一起几天吗 你以为很了解我是吗 可是我自以为是了 你千万不要怪于飞 他只是 受了太多的苦 所以在感情上 难免会特别的压抑 学长 原来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宇飞不在 进来等吧 中医姐 麻烦你 帮我把这个转交给学长 谢谢 你知道我是谁吗 学长的姐姐 宇飞他没有姐姐 这么说吧 我了解他所有的过往 经历过他过去 所有重要的事情 我们俩的关系 不是你可以理解的 他的人生 你没有办法参与 他不适合你 你好自为之吧 教授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次绳子作业失败的原因 都在于我 千万不要算在学长头上 拜托了 那就是算在你头上了 如果这次的成绩 会影响到学长 申请国外学校的话 我宁愿挂科的是我 如果这是你的选择 你确定你考虑清楚了 我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谢谢教授 你来了 教授 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说 关于申请学校的部分 除了绳子的录影 我还差两件作品 还没有完成 我想请教 下个作品的风格和形式 准备好跟信师妥协了 我只需要教授的推荐信 有人自愿当我助手 还不收钱 你却把我的好意推得远远的 还要我帮你写推荐信 除非你帮我一个忙 教授还需要我帮忙 你要我教画画 给你务驭 我得帮你 我收钱 我还没帮你 但是你要是 从学校的 有得 你只是自愿 没有 还要你 我还不需要我帮你 我还不需要我帮你 我还不需要你 然后我还不需要你 我还不需要你 我还不需要你 说不定是电脑坏了 去年也是这样 电脑算错账了 少了两千多块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 没有人粘伤 才会被电脑欺负 不来了 学上有什么不好的 画画能干吗 一会儿能找到工作吗 那你以后不要教女儿 帮店里头画海报 设计什么会员卡之类的 你自己也在做艺术百科 你在卖书 你看我哪个画家 不是穷困潦倒 都是死了以后才出名的呀 人家毕加索活着的时候 就很有钱了 几百万人才出一个毕加索 随便画几张漫画 就能当一个家了 那我准去念商课好不好 说真的 我有一帮身份很特殊的学生 需要人体模特 你得让我看到你的态度 你刚刚自己说 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到 再说了李晨英刚刚说的话 你应该也听到了 他是为了你放弃自己的前途 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就再给你这个优秀的经纪人 一次机会 不晓得今天的模特长得怎么样 对啊 对啊 我好激动 可怕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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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可以脱了 好 我 我 我 别mir 感谢观看 学长 我可以坐这里吗 学长 我不小心多买了一份 送你吧 鲑鱼味的 我正想吃鲑鱼饭团 真是太厉害了 走了 学长 谢谢 拜拜 拜 你到底想怎样 同学四年这么容易生气 有事吗 我们同学这么久了 虽然没有什么交流 不过对你的东西 还是挺欣赏的 这间学校 大概也只有你的作品 我觉得还不错 这是宝胎金控举办的第一届宝胎艺术奖 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 里头绘画类组的首奖奖金是六十万 怎么 心动了 我知道你在申请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事 想必需要准备很多生活费吧 有话就直说 你不必这么惊讶 你该不会以为想申请的人 就只有你一个吗 我也去找了董燕美 请来帮我写推荐信 那你拿到了吗 你连董燕美的课都没有申请 难不成是希望我帮你写吗 你少自以为是了 董燕美说申请的名额只有一个 他只会留给最优秀的艺术家 那我们就来较量一下 看看谁 才是最有资格的申请者 我的作品不需要向谁证明 你该不会是怕 你的弱点被暴露出来 才不敢跟我较量的马路 你误会了 真的误会了 我只是怕变成狮子与老鼠比赛的故事 故事的结果 只会让你得到跟我竞争的殊荣 而我呢 却被别人嘲讽 曾经跟你这种程度的人比赛 但你又不是老鼠对吗 你 你 只是没有天分 陶与飞你太猖狂了 好了 你继续生气 我还有需要吗 他说的没错 优胜者可以拿到我的推荐信 所以你觉得姚一鸣比我更优秀 照你目前交上来的作品看来 很难说 教授 你怀疑我的能力 大概很多人跟你说过 技法了得天分很高 但你始终缺乏一样东西 技法可以练习 但情感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那才是一个作品的价值所在 你有感受过自己的心跳吗 教授 你看 你就连厌恶都这么平静 但是 你又愿意为李晨英去做裸摩 那表示你不是没有感情 去找你的心跳吧 不然你可能真的拿不到我的推荐信哦 由于今天是第一次上课 老师希望各位同学 用抽象的手法来呈现 不要太均腻细节 也不用画得太精准 当然模特会每十分钟变换一次姿势 还有方向 到时候各位同学 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来找到自己的构图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今天的模特出场吧 皮特 可以开始计时了 学院们 我的计时器忘了呢了 就在你画面的桌上 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哦 好啊 可以专心摆泡子吗 学长 学长 你怎么来了 学长 你怎么来了 看我干吗 看她 是啊 嗯 好 你 我 人体只是一个展品 不要有道德或意思的眼光 你才能看到纯粹的欲望 过去 看她 老师 画完了 我的包 喂 干嘛呀 课还没上完呢 技术都没有打好 还上什么课 让你每天画两千条直线 你有坚持住吗 就知道 你刚刚帮我完成了人体素描 谢谢你啊 要谢谢我 就替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帮我找到心跳的感觉 心跳 学长 你是不是生病了 心跳加速的感觉 为什么找我 我没有其他人选 那 终于姐啊 她跟你说了什么 让你突然疏远我 我告诉你 她是我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 如果说了什么 不要放在心上 所以你愿意帮我 嗯 愿意啊 当然愿意 明天周末 会有一整天的时间 由你安排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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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叔叔 我先走了 啊 你看 你看 又是那个终于 怎么了 人家青梅竹马的感情好 不行吗 感情好 她把公寓让她住 还三天两头 就来接她下班 这种关系 真是感情好 得了吧 她大陶宇飞五六岁 成天绕在人家身边转 我看八成啊 是想要包养她 要不啊 就是搞姐弟练习 哎呀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 啊 什么包养 大哥在没出事之前 那家里环境好着呢 还借给咱们一大笔钱 才开了今天这栋诊所 那你都忘了 再说这宇飞 从小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要不是终于陪着她 她怎么能熬过呀 还有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啊 就算是姐弟练 那又怎么样 终于姐 不要再叫我姐了 拜托 都被人家误会了 误会 谁误会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她不适合你 而且你自己不是本来也很讨厌这种小女生吗 怎么了 都完了 我不想再了解这些无聊的事情 我最在乎的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 我当然希望 你可以朝着你自己的目标前进 这些不过都是一些路上的绊脚石 我自己的事我自有分寸 好 随备你 好 专心固垫 阿姨 可珊 这是我妈妈从北海道带回来的点心 特地让我拿给你的 哎呦 还是我们可珊最贴心了 拿下我们家前面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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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好好 可珊来了去陪人家 走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阿姨 可珊 真是我的鸡尸鱼 可不是 等一下 随时汇报新动向 加舞 可珊 这件怎么样 不错啊 明天早上八点 漫画店门口见 这天呢 中文字幕后 李宗盛 现在的我 偶尔想起还是会 强然难过 听说曾经你回来过 如果是那时候 好想对你说 很对不起 只等遇见了你 从没忘记 还来不来得及 听你声音 亲口告诉你 很对不起 很对不起 在每次深呼吸 还很清晰 那瞬间牵挤的 每秒回忆 每刻场景 让我一直牵挂的 依然是你 很对不起 只等遇见了你 从没忘记 还来不来得及 听你声音 亲口告诉你 余生爱你 你们俩是在谈恋爱哦 算恋爱吗 许诚都没有亲口说出来 一看就像个小伙子 刚谈恋爱 太想抓住瞬间 又不擅长表达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你的才华呢 不是天才就是疯子 差别在于 你要怎么控制 你自己的情感 你不愿意中华 不愿意看他 一点点的凋落 为了避免结束 以避免遗弃的干涉 学长